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这边呢跟旧版本一样可以点选新增栏位 那旧版本可以总共有12个 那现在的话是7个栏位 那我们可以依据我们的需要来做选择 那我们点了进阶检索之后呢 可以看得到在进阶检索的页面当中 下方会出现额外的标签 那筛选的话呢就是针对搜寻的时候 可以预先做一些设定 比如说群文 那有的学校它这边是设成预设有打勾的 那再来是同材评件期刊 或者是出版日期可以做一个事先的指定 也可以搜寻完之后再来筛选也可以 那接着的话呢出版品跟主题 或者是其余的部分 就会随着我们所订购的资料库来会有不同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目前勾选的就是有这一些 那出版品的话呢指的就是说 在这个选单当中所出现的这个资料库 也就是我目前勾选的这三个 我可以进到这个个别的资料库的 就是期刊清单当中 看到它A到Z的清单 那点选之后呢就可以看得到 清单如果有标注HTML全文这些的 代表它提供全文 没有的话就只有提供摘要 然后我也可以点选 就是资料库的名称 在这边呢搜寻期刊的名称也可以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打上关键字之后 选择字母顺序符合任何字 或者是主题的方式来做一个搜寻 那可以看得到期刊的名称出来之后呢 有提供全文 如果要看这本期刊的详细资料 可以点击之后看到这个期刊 那这个期刊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会有它的基本资讯 提供的全文是2007到现在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它一年出四本 所以现在的话呢 有这些的券期可以做点选 那我点选比如说第二刊 那点选之后就可以看得到第二期 总共有19篇的文章 所以我就可以在这边呢去点选区选项 那如果大家有看到选区选项 就代表说你会有超过一个以上的选项 比如说你可能会有线上全文跟PDF全文 就会叫做选区选项 然后如果我要回去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点选上一页 那再回到这里来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这边是点选我要的券期 那如果是检索此处版品 就是我可以搜寻这本期刊里面的内容 那我如果在这边打上去的话 点这个放大镜 那我就可以限定在JN的这本期刊当中呢 输入Mental这个字 那我就可以看得到 搜寻到的文章有790几篇的文章 是有出现这个字的 所以这个是你可以搜寻某一本期刊里面的文章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个期刊这边呢 有一个勾勾 这个勾勾的话 打勾之后可以点新增字检索 它也可以帮你把这个期刊的名称呢 前面加上一个JN的code 那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边呢 上面的搜寻框 因为这边已经有一个了 再设一次清掉 那我这边再打勾 那点新增字检索 你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搜寻内文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可以打上去之后呢 然后呢按检索 那这样也是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搜寻到的结果 搜寻Mine这个字 所以这个是使用的时候 在我们的进阶检索当中的 出版品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主题的部分的话 大部分是锁音点 所以可以看得到 只要有提供主题或锁音点的 就会出现在选单这里 那每个资料库都有自己的锁音点 那也不是每个资料库都有提供主题或锁音点 那我如果搜寻APA的话呢 就在这边打上关键制作搜寻 可以输入相关信来做搜寻 或者是期限起始 这个翻译比较奇怪 大家可以 就是切换到英文页面也可以 那这边的话呢 我可以打上我要搜寻的字词 那打上去之后呢 我们一般选相关信 按放大镜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搜寻到的这个字词的一个 就是清单 那进来之后呢 可以看得到搜寻的内容 那我们可以去选举我们觉得最相关的这个字词 那如果最相关的字词点击之后呢 可以看得到它的内容 那这个内容的话呢 还会有广义字或者是相关的术语 那点选之后呢都可以进到下一个字词 那这边其实是锁音点 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是美国心理学会的收音点 那收音点的话会列出词汇的定义 然后呢广义词 就是上阶层的词汇 跟它下阶层的词汇 跟它相关的词汇 还有词汇什么收纳进来的 那这边呢可以拿来做勾选 所以如果我要搜寻这个字词的话 可以打勾 那打勾这个字的话呢 它下阶层的词汇会一起勾选做一个搜寻 那我勾选之后呢 我可以点选清正字检索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字词 它用互聆逻辑 over 那如果要选取其他的 我可以在这边自现做一个变更 然后点这个检索 这边就可以看得到 这样子所做的搜寻 前面都会有一个代码第一 然后呢看到搜寻的结果 那这边我们要跟大家做个补充 只要你前面有出现这个代码第一的话呢 后面所勾选的栏位它就没有作用 所以如果前面已经有出现刚刚的 JN或第一这样的代码的话 这边所做的任何的选取就不会有作用 它是以前面搜寻框的为主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事先指定筛选的条件 跟搜寻里面的期刊 还有就是使用它的主题或缩音点 那我们刚刚所做的搜寻呢 点了之后看到的搜寻结果 我们可以阅读全文 点开线上全文或pdf全文做一个阅读 那如果点击某一篇文章 就可以看得到文章的比较详细的资料 那美国心理学会提供的资料蛮多的 所以可以看得到它完整提供的关键字等等 那文章的话这边也可以下载 这边也可以下载 但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这个下载点选之后呢会有两个 有的时候只有一个 所以如果我要下载文章的话 要任有全文字样的 如果你看到的是仅中继资料又是pdf的话 代表你下载下来的是metadata 它的数据的资料 而不是文章的全文 这个中继资料不包含全文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右手边 这个也是一样的选项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把文章可以储存在这个储存的书签这里 那我如果要引用的话 点选这个引用 我可以复制apa格式 或者是汇出 到annot refwork 那我可以从这边新增到 转案 然后我也可以寄送给自己 点共享 那这边的话呢 共享到云端或者是建立连结 或者是email出去 那我们这边右手 右上角这些功能内 它会一直出现在文章的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点开pdf档 那你有没有看到 右上角会有这些的功能 一样出现在这里 那额外的部分 它会有聆听 那以前的pdf版本 它没有办法在浏览期开启之后 朗读给大家听 那现在可以 我们现在的pdf档 它具备朗读的功能 那它朗读的效果还可以 这边有一个下载MP3 按一下之后呢 整个都读完的声音档呢 存成就是MP3档 放在附件档中 所以这个是新版的话呢 它所具备的这个功能 那如果是pdf页面的全文的话 一样都可以就是做朗读 甚至可以做翻译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的画面 那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选择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选择多篇文章 那这个页面有显示10篇文章 所以现在我勾选的10篇文章 我就可以点选下载 但是提醒大家 它多篇文章的下载 只限于中继资料 你没有办法勾选10篇文章 去下载10篇文章的pdf全文 而metadata中继资料 不包含文章的全文 然后你可以同时把这10篇文章 放在这个移储存这里 所以我如果点选之后 每篇文章都有变颜色 存了9篇文章进来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一样可以共享 所以我这边呢 也可以把9篇文章呢 透过电子邮件寄出去 然后呢 这边的引用 需要留意一下的是 就算我勾选的多篇的文章 这边所选择的apa格式 一样只有一篇 但是如果你是点 汇出引文的话 你所汇出去 note的资料 是你勾选的10篇文章 所以这个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是他使用的 勾选复选的功能 那如果要下一页的话呢 一样我们拉到最下面 它会显示更多结果 那更多结果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边一样可以去勾选 11到20笔的资料 所以他虽然是显示更多 但是他一样是一页一页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去做一个显示 那再来的话呢 他也可以用这个 就是不同的条件去做排序 然后这边的建立通知 是针对这个关键字 我可以建立通知 但是这个建立通知 必须具备个人账号 才可以使用 所以这个是建立通知的部分 那左手边的话呢 我所储存的资料 可以包含两个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加书签的文章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搜寻的历程 你可以存起来 那搜寻的历程这边 没有办法存起来 你要到检索历程这边 然后点这个书签 就可以把检索历程 就是你的关键字 记忆在这个儲存这里 所以我现在到检索历程 加了一个 那现在检索历程 就有这个资料 那提醒大家 以儲存这里的资料 保存的文章 或搜寻的历程 都会随着网页关闭而消失 那如果我们就是 使用的时候 希望有一个自己的 专案来保存 搜寻的文章 跟搜寻的历程的话 你就必须去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先登入 再去做添加 那以前是就是 你点开过的全文 预约跟借出 主要是针对电子书 那而且是图书馆 必须有开放 预约跟借出的 那期刊新制通报的话呢 它也是 就是需要个人的账号 才能做一个使用 所以这个是 期刊新制通报 跟这个专案 都必须具备 个人化的账号 那我们点总览 就可以看得到 我陆续添加的资料 在这里 那我们就点这个 左上角的logo 再回到主画面 那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所介绍的 境界检索 谢谢大家的听听 再见